有到了乌鱼籽的季节 嘉义东石乡是乌鱼的养殖种地 但是这些被封为黑鲸的乌鱼 几乎都被送到邻近的县市加工 做成乌鱼籽 年轻的瑜伽子弟很不服气 他努力研发制作乌鱼籽的技术 还拿下了全台比赛的冠军 成功为家乡留住黑鲸 乡间小道老宅大院里 又是一片橙黄透亮 像这个北风在吹 喜欢做卫生的人是最开心的 北风像是熟悉的老友 总在最需要的时候伸出元寿 阳光 空气 沐浴下 乌鱼籽迈向熟成 每一片竟是饱满厚实 这是瑜伽最期待的一刻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去把人认定好家的乌鱼籽 我就去买一些来吃看看 吃看我的风味是要怎么做 下面可以做一个比较 等我一旦有一天 我感觉我可以比较得好 下面有一个比较 我就将我的产品来吞收 这个消费大众 经过这个宝宝的高粱 把它浸泡香的过程 我可以看到它表面焦黄 它有一个色香味的一个感觉 有一个视觉上的享受 慢慢地把他教育 如何吃 不然大家都买 因为这买买买买的人都老了 鱼籽也老了 当一切都在吞色时 金黄年牙的糖心乌鱼籽 两度拿下全国双料冠军 成了嘉义县东石乡 长坛村的新亮点 以前我的东西不好买 现在我的东西是不好买 炼上乌鱼籽的林篤役 从小跟着父亲走踏鱼温 退伍后接手养殖试验 但他发现一尾鱼养大了 最赚钱的乌鱼籽 却在园林县加工赚到大钱 一心想摆脱养殖利润微薄的宿命 尤其嘉义又是全国最大乌鱼产地 就是这么的一个不甘心 开启他的黄金旅程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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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台湾人称乌鱼是姓鱼 因为他非常信守24节气 每到冬至都准时回游到台湾海峡 只是野生乌鱼越来越少 养殖乌鱼成了本土乌鱼主力 嘉义年产量就有700公吨 十一月过后 凌备相亲成了刀手 黄澄澄的乌鱼卵 在他们快手下一一取戳 一天要接住好多人 好久了 因为在黑肌开始的时候 他肌甘很短 如果算是上班的时候 黑肌甘就消掉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受傷了 刀手 刀手在民间 刀手还是高手 都一样 温柔自贪 心情快乐就好了 婆婆妈妈有做就有钱 但对养殖户来讲 这是一分两瞪眼的生存症 你看这些黑肌 我在養三年 待会只有今天而已 这三年里面辛苦的日子 要伴下去 今天收成下去 要贪情了情还不知道 鱼卵品质好不好 这一刻简真章 尽管已经是老将 还是没敞避到 亲眼见 亲手摸 他说找到好的鱼卵 乌鱼血就成功一半 像这一块 这一块结架不够 它的油脂太大 我们这一块做企业 我来注意看 看它 它的学士 是 那这一块是最企业 是 最企业 从阿公开始 就接触养殖 对铃家来说 这已经是传承的产业 十九岁的铃佑成 势必成为 第四代接班人 很痛 因为我们以前 六点滑的基层 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那种感觉 很佩服他 所以我一直向他学习 赚钱方面吧 很佩服他 有这个头脑 然后跟养殖技术这样 这一期就冲什么 帮忙啊 余温都交由林佑成管理 清晨得喂鱼 入夜得开水车 中间还有无数琐碎事要做 当乌鱼要收成时 更得绷紧神经 帮网工瞻前顾后 避免缠到天线 或走到水深处 因为以前我们阿公跟阿嬷 是在这里管理的 现在阿公已经不见了 不在了嘛 所以现在换成 我跟阿嬷在这边顾 在这边养鱼这样 四点阿公 然后一方面也是担心我这样 我在余温这样出入嘛 因为这都是水 所以他也是会担心我 所以都在那边看来看去 一定要慢慢来 因为这个网子 你拉快你也拉不起 拉不回来 像我们有时候 都还要下去帮他们倒 去帮忙拉 因为这个真的 有时候鱼太多的时候 拉不动 近年气候异常 为了乌鱼品质好 林篤役改采低密度放养 别人五分地养一万尾 他只养两到三千只 并以混养白虾和大头莲方式 维持鱼温生态平衡 他这些蟹会去吃它的 台阶的残鹅 一些它的矿物质 我们的蟹蟹 吃得比较好 我们无法改变到 我们气候的变化 我们有它可以改变的就是 我们的养殖技术把它提升 可以让我们的鱼民的收入 可以稳定一些 产业共荣是这位渔村小孩 努力的目标 挖去鱼卵的乌鱼肉 蛋白质含量比一般鱼类还要高 是主厨眼里的一颗钻石 不只只有乌鱼籽 乌鱼飘 乌鱼键 不只只有三把 全身都是拔 它的肉是结实的 而且吃起来会有 会有一点弹性 东西非常新鲜 直接下去煮 跟煮汤一样 之后我们再来 调味是米粉 乌鱼米粉 乌鱼加米粉 调味就是柔葱 柔葱一点胡椒 加一点点酒跟麻油 乌鱼的美味 第三代掌勺人最值得 人烟稀少的村庄 四周竟是鱼温 餐厅还能屹立不搖 靠的就是在地鱼货 真材实料 冬天海口不方便 鱼得最方便 煎的话一边锅子热 油下一点点 一边大概六七秒钟 这样会有外出内刃的感觉 如果鱼不扎实的话 我们鱼刀在切的时候 鱼刀不再来 第一刀吹到头很硬 第二刀第三刀到中的时候 鱼不平均 甚至会化开 所以说鱼油脂的压制 跟制成很重要 要压到很硬很简单 压到平均真的不简单 当年光有养殖技术 却没加工经验 鱼赌翼完全靠着土法练钢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摸索 做坏的无鱼子都堆成小山 还是不愿放弃 直到看到街坊邻居 舌头拼命舔 歪嘴用力吸 他知道成功了 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 美容整形后的鱼卵 美容整形后的鱼卵 做盐巴腌制 适用国内外数十种盐巴 找到最佳盐盐 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盐巴就是要很平均 把它抹在整个乌鱼子上 让它很平均的脱水现象 1.1滴耕耘 产业从无到有 15年来 制作无鱼子的数量 从200斤成长到7000斤 品质也越来越要求 不是顶级好货 就出不了家门 市货行家 每每入冬 就亲自来这个小渔庄 淘金挖宝 大石块 压在无鱼子上的重量 像是它身负重任 制作期间 不仅每小时要帮鱼卵翻面 还要不时擦去表面腥味 修到带有水汽的南风时 又要赶紧送进冷藏室 每天反反复复 进出重压 7到10天 才能做出一片上好的乌鱼籽 因为纯手工要等待 纯手工就是要等待 限量就是残酷的 我一年就是做这样子 没了就没了 当外界以为掌坛村 只是个会饮水的村庄时 领土役已经悄悄改变它 产业一条龙 乌鱼变成满是乌鲸 年轻人愿意留下来 外地人愿意走进来 跟您这条讲信用的鱼 不只是对阿公和父亲的承诺 也是挑战自我 开创养殖户的春天 这段话Boy 词曲对阿公 就有的时候 那是这样子 没什么